来看到停车乱象 台中市中永路与向上路桥下 停放了许多车辆 原本是附近居民使用 但是因为免费停车 无人管理 导致出路复杂 到处是槟榔渣垃圾 甚至被堆放大型废弃物 文山里长争取改善 对此停管处回应 将在年底前完成施工作业 满地的槟榔渣 以及随地乱丢的垃圾 甚至还有大型废弃物 这里是向上路与中永路桥下的停车场 就连车辆都没有依规停放 就是因为没人管理导致乱象百出 就有一些没挂车牌的 要不然就是都没有停在车位上这样子的 就常常都乱停 然后有些人看不爽 可能就会在那些车子上面 就吐槟榔汁之类 这看起来也蛮糟糕的 桥下空旷 没有路灯照明 也无监视系统 还有六台无牌照的车辆停放 周遭堆满垃圾 以及管线路出的摩托车 不维护孔城脏乱的治安死角 里长要求改成修费停车场 向停管处反映长达五年都没有得到改善 对此停管处客长徐光潜表示 已在筹备委外发包 将在年底前完成施工作业 我是希望清广市 既然来处理这些东西 不要这些是污咬 因为你要是让人去处 在这儿骑 垃圾 停停的垃圾就去乱 這樣整個就整個裡面都亂吵吵 里長呼籲民眾發揮公德心 不要在這裡丟棄垃圾 堆放大型家具及飛汽車輛 共同維護世榮觀瞻